这是超稀有输业 爪牙 我抽到了 大家好 我是银狼 沃尔特的诅咒太多了 编语巴士迟早也得遭殃 所以沃尔特的作者提前让编语巴士遭殃了 沃尔特恢复一死的时候 眼前有个人呼啸着他 这人称沃尔特为实验者 他询问沃尔特最近有没有做什么奇怪的梦 听到这个话题 沃尔特开始吐槽了起来 最近啊 这奇怪的梦太多了 比如变成了什么 只有一个脸 又或者是只有腿的怪物 不然就是各种奇怪的服装 但最离谱的还是那个只有一张脸 为什么自己会梦到那种玩意 对方听着沃尔特的吐槽 告诉他其实那些不是梦 而是起点实验 他们的起点是人格提取 就是从不同次元提取能力 比如你在某个次元成为了爪牙 调绿者 就能提取到那个次元的能力 当然这是个实验非常不稳定 听完这个起点实验后 沃尔特为了战胜图书馆 他决定去参加实验 沃尔特成为了实验者 经过多次的实验 沃尔特学会了人格提取的起点技术 图书馆内 安吉拉和罗兰两个人都无语了 原来之前那些沃尔特都是这阴间网易 看到今天要接待的沃尔特 安吉拉非常吵 他让沃尔特滚 这种光不要也罢 安吉拉估计不希望再听到沃尔特这三个字了 一堆奇形怪状的沃尔特太恶心了 战战斗我们将使用起点技术 人格提取 沃尔特给我方最佳装备 人格提取 人格提取使用后会随机获得核心术业 第一个不错 SSR的脑长乐团 我们再来试试其他人 哇 一挖的爪牙 爪牙会改变我们的手牌耶 再来试试红解 这他妈是谁 SSR的树叶 被动是体力每减少20%获得一层守护 使用树叶时抽取一张树叶 虽然不知道是谁但能用 我们来试试下一个 哇操 一挖的调绿者 牌也变成真纳的了 最后一个抽起了 一挖的红解 这局简直是欧到离谱 我们先使用下调绿者的力量 沃尔特没减少三百血就会锁血 随后恢复两百血 这次沃尔特变成了三百血 所有头子最小只增加 我们让Muse用血清W 沃尔特还有76血就下个阶段了 我们来给他个狠的 妮来个三血清 沃尔特变成了 有点还没跟大家说 沃尔特的树叶批的真是太臭了 特别是这些在线树叶 真想来个真机都摧毁掉 对 我给你做了 对 不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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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乌尔特变成了红姐 所有投掷威力加2 造成15点伤害时 下一幕获得力量 每三幕使用强力特殊树叶 3幕获得力量 沃爾特使用了絲痕遍野 幸虧不是真正的紅血 不然都點G 沃爾特恢復了原來的整格 但他反而變強了 他使用了一張恐怖的樹葉 我們用正機摧毀他的混合怪攻擊 作為宣伍的 指摘到後維迪 太陽が崩れて 夜が中陽全て 繰繰される黄色的 不然都賠法 和木真家 海外的風裡 歐爾特整個抽籃 這他媽又是什麼陰間攻擊 在此一旦 你很森馬 千尊 今後 當成 千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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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